第七点,我们分了几堂说,靠着医治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处理所有的伤害 然后性情上的问题,负面思想,负面情绪和潜意识 我们今次讲到负面情绪,一起讲一次,靠着医治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处理一切伤害 性情上的问题,负面思想,负面情绪,潜意识 今次讲到负面情绪,大家都会很熟悉负面情绪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负面情绪,每人都会有的,是我们自动会出现的 包括我自己在外,我讲到如何处理,但我都会有负面情绪 不过问题是,你是几秒钟处理,几个钟头,几日,几年,几十年 有些人几十年都处理不了那些负面情绪 我靠着耶稣,我发觉是可以处理到的,而我们会讲到这些负面情绪 一会大家都可以讲,你觉得很困难的负面情绪,而我们会讲到如何处理 如果大家有问题是可以问的,第一就是忧愁,可能很多人都会忧愁 很忧愁,很担忧,死了,考试考得不好,死了,传方过后不太好 那我们就会变得忧愁,那忧愁到跌果是否会做得更加好 不是的,愈愁愁愈做不到的,但人就往往走入忧愁 担心他们,死了,做不到,很忧愁,有些事情发生,有些困难,就会很忧愁 但愈愁愁愈做不到,所以如果我们想做到事,想发挥生命 最好就能够学习处理这些负面情绪,那一会会讲如何处理的 我们老时担心,很担心,死了,不够钱用了,担心家人怎样 但担心并不会改变,但我们有信心,轻省的,为妥告帮助他们的时候 事情会改变,有些妈妈太担心,那些子女就会很猛疹 猛疹起来,他们就反而帮不了他们的子女,越猛疹就越帮不了 所以越担心,也有帮助,愈愤愁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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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觉得事情很困难 于是觉得很灰心 不知怎样做 很希望 人心很希望 或者是绝望 甚至觉得很黑暗 甚至想死 烦恼 觉得人很烦 有些人说很烦 很多事情要做很烦 有些事情发生很烦 就是会在这些情况里 内疚 圣经叫我们是知罪 要悔改 但是不要继续内疚 常常说神不喜欢我 神不赦免我的 神不接立我的 这些时候反而没有力量 但如果我们靠着耶稣 我们真的说 耶稣洗光我所有的罪 我不需要内疚 耶稣真是接立我的 在以赛书61章10节 大家可以回家看这个经文 他说到 神以公义为谱给我穿上 拯救为我穿上 以公义为谱给我披上 保障新郎带上华冠 身负佩带的装饰 在神眼中好像新郎新娘 其实我们都是有罪的 以赛书说到 以色列人当时是犯不得罪的 但当他有耶和义的时候 信靠主的时候 耶稣真是射灭 在神的眼中 好像耶稣那样漂亮的 你会否相信 神的眼睛也很漂亮呢 相信最好 但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犯不相信 你犯罪的时候 你会否相信 往往是很难相信的 是会找招惹的 对吧 有时会觉得很丑怪 那时候就是内疚作悉 或者自卑觉得自己 没什么用 太卑鄙了 没什么作用 但其实我们每一个 都是很宝贵的 你和教理说 你是非常宝贵的 非常宝贵的 非常宝贵的 负面情绪是肯定有破坏性的 针研17章22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喜乐悲心买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护肝 忧伤的灵使骨护肝 有没有见到一些人的面貌很护肝 有些人不开心 面貌很护肝 还有皮肤颜色是有灰暗的 有些重要是黑的 有很多黑的 面很多地方是黑的 这就是因为他内面不开心的时候 他内面就会灰暗 就是身体内藏就会灰暗 所以长期不开心是没有益处的 越来越不漂亮 通常人都想漂亮的 每个人都想漂亮 每个人都想不漂亮的 当我们的事实在优秀里面 不开心的人就会优秀 看到眉头会皺 看到皮肤整体的 当然人有皮肤有浅色有暗色 深色一些 但你会看到人的肤色 如果真的到处都黑 有些人散而走 所以我们求传帮我们 整天都起落 好了 《证言》12章18节 《说话浮躁的鱼刀是人》 智慧人的舌头 却是医人的药人 这就是猛症 猛症的时候好像刀刺人 有时一句说话 基徒可以用圣经的说话 刺人很重要 为什么? 你很无爱心 听完之后很伤心 但如果说我们一起去关心他好不好 那会有很多 我们一起去关心 就是说你都没有爱心 你都没有智慧 为什么你做完这些 为什么做愚昧人 当时听到人就会很伤心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人吞枕激气 就会很容易令人很伤心 吸得很伤 可以 基徒的伤是伤过外面的 为什么? 因为人对基督徒有期望 觉得基督徒应该好一点 来到教会 希望能得到安慰 谁知道在教会里发觉 有时我们有个原因 你会猛症的 就是很想帮一些祖元 很想帮一些人 想爱主 为什么经常都不爱主 那就猛症了 经常都不看圣经 经常都不明白 经常都不乖 经常都不听话 经常都迟到 这样的时候 反而他不会安慰他 越猛症越帮不了 反而用爱心去扶持 他做得好的 一想去鼓励和安慰 和提醒是不同的 有些人会这样的 你曾经回到教堂 这句话 你觉得是安慰 你听完之后会安慰 还是觉得 这是一句什么话 是一句提醒 有些时候需要说的 但是 这句话 听的人 如果他已经不想回 他不会令他感受回 就算他挺好 语气 你都听到 是一种不舒服的 你用正义 譬如 你知道他没有回 你可以关心他 用关心的法度 你不知怎样 你关心他 比如说 我今天有些事情很忙 很紧急 当然我们 我说我不认同的 希望我都要回教会 敬拜神的 但有些人真的不能做到的仇 我都会鼓励他 耶稣帮助你 我们有更多清人主 就是用正面的 希望见到你 回来 但我们都想想这些说话 有时候要想清楚 尽量是关心他的事情 他就会比较容易接受 真言十四章三十字一起读 心中方正是肉体的生命 窒到是骨中的脑纹 这个很重要 窒到 就是说当你窒到一个人的时候 比如说以前你是大客气饭 突然间 现在教会说 第二个人做 你会看到他做得更加好 你做得更加好的时候 心就很不开心 每次见到他都好像眼睛叮 窒到的时候 他心就很难 好像里面是由里面困出来的 不只是疾度 愤怒也是 不开心也是 好像里面困出来的 这些经文也说 原来在忧伤之中 在愤怒之中 在疾度之中 都不好 而正面 起来是良药 有病 开心的人快要好一点 而浮躁就会伤害人 但智慧仁的说话 能够医人 是医人的良药 能够普遍的说话 和心中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 能够平稳安静 但人越急就越难静 那怎样呢 就因为相信神的恩典 相信神会照顾 所以人能够平稳安静 为什么我们会有负面的情绪呢 原因 第一 周围的人的负面情绪成为网约 有没有发觉人通常都是 事成不顺利 现在容易发脾气 发脾气 通常都是这样的 由我们的父母 同事 周围的人 结婚之后发觉 女性的丈夫 妻子都会有兴奋 甚至有时发觉 教会里面有的标准都是这样的 好像事情不顺利 那些人急便会生气 好像是一种榜样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 这个不是好榜样 这个人会这样不是好榜样 而我们自己留意 我们有什么好榜样 但有些人说 很难控制 很难控制 但其实我不是说控制情绪 是处理情绪 控制就是什么 你很想生气 但你压住 因为他是总统 所以我不能生气 因为他的身份 所以我不能生气 那你就很辛苦 但因为你说 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背着 我不需要发生气 我不需要抗诊 是可以处理到的 我会说如何处理一下 然后呢 有些人觉得负面情绪 是正常反应 就是个人都是这样的 有什么事情 当然是这样反应 就是觉得正常的 这是自然反应 不是错的 第三 有些人觉得负面情绪 是难以处理的 怎样处理到 发气气 处理不了 我吵完 吵完 打完 扔完 才算 就是要发了才算 其实也有个错误 以为 发了便会没事 其实不是的 发气气 第一 自己会有来疚 自己都不会释放 以及柯人被你纳完 也跟他关系不好 也要修装大路 所以 负面情绪 其实是可以处理到的 我有一句教导 就是可以 尽快处理 甚至有数分钟 有些人可能几个小时 不是一直持續下去 而第四點 有些人覺得自己衣服出來就是這樣 我衣服出來就容易發怒 沒得改 當然人的性格是有分別的 有些人是會快些 但他是因為榜樣 其實他可以學到平靜 有些人會快些 有些人是豬油包 豬油包就說 沒有情緒問題 他有另外的情緒問題 他有可能容易低沉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情緒問題 但這裏講到幾項 不要覺得這件事是必然的 不要覺得別人是這樣 所以我要是這樣的 我們是可以勝過的 我會講一下自己的 如何去得勝 我會講一下自己的方法 我講到自己的過程 而聖經也講到 親近的神可以帶來平安喜樂 神真的會帶來的 詩篇十六篇八節九節 我們一起讀 我將爺華常擺作為一件事 因他作為我右邊 我便不自然動 因此我的心滿起 我的靈快樂 我的俗生已安而追逐 我很喜歡詩篇十六篇 我很喜歡大衛 但我很喜歡親近神 所以他寫的詩篇 都講出他那種在神裡面的激化 這個經文很清楚講到親近神的好處 有些人會教導人 你一定要看聖經 一定要祈禱 正是教導人 但這個經文就告訴我 帶來有什麼好處 其實是說什麼 你煩惱和開心 皮膚最好 真的被人鬆 而不是 你今天站在肚子沒有 你今天看了聖經沒有 你做了什麼 就不覺得是責任 但其實 親近住是一種恩典 例如吃飯 吃飯了 很開心 你跑去吃飯了 因為他覺得吃飯是舒服的 是開心的 是可以吃飽的 同樣親近神也是舒服的 他把耶和尚擺在我面前 在我右邊 我就不自然動 整個人平穩安靜 有什麼事發生都不重要 你學習習慣的時候 就算有個人對你說些不好說話 你知道他的問題 你分別 立即分別 分別是他的問題 就不用說 就是心上 不用這個影響 就算他說什麼 好不好聽的說話 我心裏都能夠平穩安靜 因為神在我右邊 因此我們的心就歡喜 我們的靈就快樂 即整個心靈都歡喜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而居住 我自己是盡量留著這個狀態 我又知道一早起床 阿里多日感謝耶穌 阿里多日感謝天賦 一起床 我就是這樣 時時留著這種感激神的狀態 一路走路 一路是這樣的狀態 一路是這樣的狀態 甚至聊天 我一講一動 我都在想一夜騷 時時留著這個狀態 那就是當我在1998年 經歷四年充滿的時候 我在這個狀態的時候 我就發覺 一有些什麼 煩惱 一入來我就留意到 因為覺得心有點重 因為我時時起落狀態 一有這麼多人不開心 立刻留意到 那我就會盡快處理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一點 如果那個人經常都低層 根本分別不到 就是他從早到晚都是低層 那時候他分別不到 這個基本的開心 有些人在哪裏找開心 看電視 看了一些笑片 很開心 甚至很多基督徒都是 他沒有經歷到 在神面的喜樂 即是經歷了 但他不願意去做 那時候他裏面 很難有這種平衛安靜 他只是最厲害的就是 叫做zero 也不是上也不是下 即是zero 即是沒有負面的狀態 但他不會有這種平安喜樂 充滿神的大力喜樂 希望我們首先有這種 從神而來的喜樂 而聖的情緒是一種勇敢的行為 有時有些人覺得很難 但其實是一種勇敢 譬如人家罵你 你不罵他是勇敢 但有些人就不是 有些家庭長大 越罵大聲就越厲害 所以為了顯示 證明自己救 就一定要罵得大聲一點 罵得大聲一點就證明他是勇敢 但正經就不是 罵得大聲的那個 反而是懦夫 反而不罵那個才是勇士的 真言十六章三十二節 分輕易犯怒的性惡勇士 自伏己心的強如取成 即是說不輕易犯怒的 性惡勇士 他比勇士更厲害 自伏己心 即是他心能夠管理得好 強如取成 比別人更厲害 拿到個性 就是能夠整個心 康復在裏面 你的心是否康復在裏面 你的心是否聽你的話 或是聽你的情緒話 很多人就被情緒帶著 情緒話事 因為你管理你的情緒 情緒是你的伯仁 因為你是情緒的奴隸 你是哪樣呢 如果你是情緒的奴隸 就很慘了 有些人說我生出來是感性的 真的很容易感性的 其實感性不一定是情緒化的 感性即是很容易有感觸 感性可以學到敏感到 而處理到的時候 很快敏感到人的感覺 是可以感性 而不是負面的情緒化的 好 這個管理情緒的ABC 其實是一個心理學家所說的 但是 性經也是有這個觀念 A就是困難的事情 一件引發的事情 B就是我們的信念 BELIEVE A就是ACTIVATING EFFENT C就是CUNSEQUENCE 後果 情緒上的後果 譬如兩個人有病 一個覺得有病 即是神罰我 即是我很淒涼 很慘 死了 我又害怕 有男症 即是有時同樣兩個人生病 有一個人生病 他就想死了 死了 恨姐是神罰我 神喜歡我 現在 這樣的時候 他就變成加長了他的重感 每一次有病 他就說死了 今次我犯了什麼罪 死了 神不想罰我 那時候 他就變成對病 有一種非常負面的懼怕 有時 一生病 經常都會想 想到最嚴重 即是 死了 這裡痛是不是 這裡有難 這裡有什麼 死了 腰骨痛是不是 以後都不可以走到正常 死了 什麼都想得很嚴重 實際上 可以嚇到自己很害怕 因為這個信仰 但有些人說 首先說 我又死又死罷 不只是會死 但如果死就死了 我信靠神 神會照顧我 越輕鬆 反而病快得快 就是神 神是醫治的神 我待會有醫治的辯證 不過暫時 再講完再分享醫治的辯證 好了 另一個例子 譬如一個人心中低層 不開心 他有這個B 即是B的信念 他有這個事情發生 你會不開心 那個信念左邊 中式的信念是不健康的 相信自己的感覺 有些人會覺得 我是這樣的感覺 我是不想做一件事 我是不喜歡 即是覺得不喜歡是很大的 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就覺得這件事好像天那樣大 其實我們要知道 就是我們的情緒 很多時候 我們的罪性成果發出來 其實神是感覺 神是感覺 但神是不會失控的 但人是會失控的 好 就覺得 我低層 即是很慘 這件事很嚴重 即是他想得很嚴重 然後第二 覺得很難的 以前就不行 我是這樣的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即是曾經我幫助的人 他經常都說 我是這樣的 我已經幾十年是這樣的 我會好回來 當他不斷信念的時候 我講起 你真的很多人很優秀 很痛苦 我曾經有個十九年 狂躁之骨的人 這個人生兒子的時候 就有一個產後抑鬱症 但沒有處理好 然後就有 一路抑鬱抑鬱 又容易發套 又不低層 那他有什麼後果呢 他早上一路睡覺 因為可能日晚睡不得好 睡到十二點鐘 起床了 起床就睡在沙發 他就說 你不怕我遇過沙發 連來一看 他就 在沙發裡看一看 你看到 十年都沒有煮過飯 是一個家庭主婦 但是十年都沒有煮過飯 那就是 家人買回來吃 就是 出街就坐的士 只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還有副造工 所以他就可以這樣 好了 他有一次聽到我有個聚會 祈禱的聚會 那時候我每天都有 幾個小時 十點至四點 那些醫治很強的 他又來 他來到 祈禱 祈禱一堂喜樂 他真的充滿喜樂 他走的時候 哇 很光明 然後 他說 我想去買菜煮飯 其實他回到幾條路 斜路 他又停搭的士 他又走上去 然後有幾個人回來 為何買菜煮飯 神是十年 神是真是會醫治的神 神是真是會醫治的 是很神奇 有時候我見到神跡歧視 應該分享那個神跡 我都覺得很神奇 我都覺得 十幾年的膝頭痛 可以祈禱好回來 是很大的恩怨 是的 那就是說 一會你會聽到 那就是神 神是一個很有能力的醫治的神 你覺得 不能力的醫治 就永遠覺得很慘 其實很多人 如果當這是中neutral點 又不是怎樣開心 又不是怎樣低沉 就是普通的狀態 我相信有很多人 都是一個稍為低於這個中間點的 那個點 平常都是有些沉重 又忙 有些不開心 很多事未做 都是煩煩的 我相信很多人 都會留在這個狀態 當沒有刻意去處理 其實情緒是必定要刻意去處理 刻意的 自然地我們的情緒 未必是健康的 但刻意處理的時候 神真的會祝福 好了 健康的點 首先 神很愛我 相信可以被醫治 我現在很低沉 不開心 我都可以被醫治 就算有個人真的有低沉 神可以療我的 神可以幫我的 不過低沉的人 通常不會這樣看法 但有時候 這件事不開心 令他不開心 神可以說 神可以癒我 然後他就正面處理問題 有什麼問題 正面處理 又逐步被醫治 就算你的問題多嚴重 你每天醫治好那麼多 都已經可以了 一天好些 當然你可以越來越快 但起碼好些 感激神 今天好些 這是正面 如果你說 糟糕還有那麼遠 還有排 你就很害怕 凡是想到負面 一定是有重疊的 所以這個ABC 我們留意一下平日 這個應用很重要 我先講一個例子 老闆同事說了你一句 或者幾句 很自然的人的自然反應 通常都是不開心的 問題就是你覺得 這個人說 即是老闆不喜歡我 同時也不喜歡我 不被人歡迎 我真是慘了 沒用 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越想越歡愕 死了 和對著這些人做工 心就越來越歡愕 但如果我們在那時候 我們就說 人不會說錯話 信念不是他說的是真理 人不會說錯話 人不會得罪人的 他有這樣說 我不是代表他一定是對的 我可以處理到的 當你的信念是可以處理到的 人說的不是一定是對的 我不是一定要放在心上的 然後你說 我靠耶穌可以的 那你就逐步不可以處理了 但如果你的心裡想著 哎呀很嚴重 很慘 人家不喜歡我 真的很慘 為何這麼多人會跳樓呢 就是因為不喜歡他 很困難 其實是有解決的 但他就想不開 就是那個B人 就覺得很慘 絕路 沒有希望 這樣的時候已經很大 所以我們這個信念很重要 很多人信耶穌 不信耶穌 就放在後腦的後面 平時是用不到的 即是用不出來的 有困難呢 就不是想耶穌 有困難就想著 整天想著盤旋 那些困難 這樣的時候 是應用不到的 但是我們要相信耶穌 耶穌在這裡 耶穌幫助我 耶穌一定要出路 為何我會有這種信心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一直親近神 由我初上至於發覺 親近神就有平安起落 讚美神有起落 親近神有平安 我發覺神會來到 真是祝福我 所以我就有這個信心 所以我就開始有噴難 我就說一定神會幫助我 但我都發覺我以前 我未懂得這個方法 和未聲明充滅之前 我曾經試過有人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說我 即是當我做牧師的時候 起初的時候 她說我做得不好 她就告訴我太太聽 跟著我太太說給我聽 我就很不開心 一個禮拜又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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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禮拜又聽 聽得下越聽越沉 那時候我簡直覺得 有一種很重的淡字 很重的淡字 曾經試過晚上整個心 好像忍著痛苦的感覺 那時候我未懂得 但我就開始做什麼 主耶穌一定幫到我 主耶穌一定幫到我 一路呼求 但那時候我未是四年充滅 但我就是呼求主耶穌幫助我 當我一路呼求 時慢慢是鬆了 即是開始拔耶穌 但當我四年充滅之後 是真的可以釋放到 其中一個很有幫助就是 宣告祈禱 即是神一定幫到我的 神一定釋放到我的 我不需要給情緒影響 人說的也不需要 放在心上 我又要改 我去改區 說錯了也不需要背上身 負面情緒的依然 例如 有時候很低沉 很不開心 沒有心機 很多時候我們人有種錯覺 沒有心機是大了 甚麼意思呢 我沒有心機 你說要做甚麼 我沒有心機做了 要讀書沒有心機做了 敬拜 沒有心機敬拜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就好像 沒有心機是大了 沒有心機是甚麼都不想做 你不要叫我做了 這種感覺 但其實呢 我們就要取代了 怎樣取代 用聖經觀念取代了 首先我們就思想神的恩怨來感恩 然後就說 神很愛我的 神在我心裡 你發覺我經常重複這件事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的計劃 神一定預備出路 讚美神有力量 可以選擇感恩 庭安喜樂 可以又再一次喜樂 哈利利亞 我自己也有不開心的 不過我很快 一留意到我就會處理 有時候人的不開心 是沒有原因的 有沒有試過 一起來自己會不開心 無端白試過 那我怎樣做呢 一起來 咦 有點不開心 我即是怎樣 哈利利亞 神給我很多恩典 今天有新的恩典 哈利利亞 雖然我不開心也不要緊 那就是主要有開心 這個就是我 我時時我留意到我內心的情緒 來 有時有些情緒出現是有原因 有時有些很少的原因 譬如有時跟人聊天 他哭一哭我們 很少而已 他心就很偽悶 有沒有試過這種情況 很偽悶 那我們就選擇偽悶 還有選擇排斥他 那麼後果就不好 但如果我們說 他有時都會說錯話的 不要緊的 不用被他影響的 我可以祝福他 那就處理到這個情緒 這個功課大不大 很大 影響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但不容易處理 那你自己問一下自己 到底你在整日之中 多數 譬如今天走來走去 你一直想 感謝主哈利利亞 輕輕鬆鬆 或是在這裏 又要去聽了 又不夠睡了 又被失勿 會不會 那些負面思想和感覺 是不是也有很多出現的 出現了有沒有記得處理到 真的 真是不記得 原來我們經常 很多人經常都不記得處理 那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就祈禱又起落了 所以你有經歷起落 你不要小看 你一路 經常留在這個狀態 一發覺 總之 沒有事 沒有幹 都照樣贊給神 經常感受神 那你經常起落 當你經常起落 一有不開心 就立刻留意到 很快留意到 因為你發覺不對勞 有些不開心 立刻就處理 其實有沒有 真實的原因 一定要不開心呢 有沒有真實的原因 一定要不開心 是不是一定要不開心 其實不是的 不是一定的 為什麼呢 因為神有個計劃給我 神這麼愛我 看著我 神要祝福我 我是有足夠的原因 很開心的 神整整個世界 一個花園給我 欣賞 又給我 很需要用的飲食 又給我身體健康 又給我生命 又有天堂 又這麼好 是不是應該很開心 是 是啊 但我們往往就不是這麼開心 所以我們學習 選擇 喜樂 而不是選擇 優秀 是吧 好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也鼓勵這裏中間的導師 幫助我們的組員 我們的教友 處理生命的問題 發覺好像永遠都有一些問題存在 這個很重要就是 要幫助每一個人自己去處理 而且也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當我們幫助別人的時候 就會留意到自己 原來我自己都有這種情況 好 好了 繼續下一點了 德性五部曲也是一樣的 OK 處理情緒 問題 罪 所有都是一樣的 第一是什麼 敏感 敏感 負面的思想和情緒 第二 第二 有抗耐性的 第三 聖經的 第四 親近神得力 第四 第五 選擇責性的思想和情緒 即是當我們有負面的時候 立刻留意 那我想大家做個功課 由今天到你離開 或者今天到今晚 在我離開之前 和你離開這個營之前 你告訴你的導師 我留意到什麼情緒和感覺 我就處理了 或者你說 哎呦我留意到 不過未懂得處理 請你告訴我 怎樣處理 你嘗試留意一下 即是每一個人 起碼 起碼留意到一樣的 是不是 起碼留意到一樣 你有沒有留意到 現在有沒有一些負面的感覺 或者思想 現在沒有就最好 但是我會告訴你 其實在這個過程 可能大家都有一些情緒的感覺出現了 不過有時候我們沒有留意到 有時候沒有處理 不過有時候當沒事都不要緊 都可以不要緊 有時候一下子有個負面師長 走了去就不要緊 不過有時候我們的負面師長 留在這裡 我講個例子 潘小組 好像組長不太留意我 好像我說的困難 他聽不到 好像他說的 好像說我不應該這樣做 就有些負面的感覺 好了 這個負面感覺如果繼續停留 有時候就說 組長對我偏心 組長對我不好 這個組不是我的 我沒有歸屬感 這種感覺 可能內中出現 但有些人 是會很多時候出現的 有沒有試過出現過這些感覺 我不是叫你現在舉手 不過大家想想想 可能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某個人都不太關心我 我們會有這些感覺 我們就要學處理 就是他明白 而不是一直停留在這個狀態 OK 他負面的情緒 總是有破壞性的 無論這個情緒有多小 有時候 小小的情緒 我起床就不知為何不開心 這樣的時候 其實這個情緒 已經會造成一種傷害 我以前有一個 我弟弟一起見的時候 有一個弟弟 他早上起床 自己會哭 那時候我還未信耶穌 所以我不能幫助他 就是他小時候出生 他裏面已經有那種不開心的情緒 會出現 有時候大人也是這樣 甚至大人的情況 這麼嚴重 一直積壓在裏面 不處理得出來 好了 這裡我講出一些容易有負面情緒的原因 這裡不是全部的原因 是一些常見的原因 第一就是罪性情帶來 負面情緒 就是我們要罪性情 因為我們有罪 所以我們有負面情緒 就是每天都不可以避免 這裡有沒有一個人 是從來沒有負面情緒的呢 我相信沒有 我自己一樣有負面情緒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盡快處理 其實我會有窩 不過我盡快處理 這就是 第二 身為人的負面情緒影響我們 就是周圍的人都不開心 肯爭、怒吵 於是我們就受影響了 就是我們被周圍的人影響自己 就是他們覺得有什麼事 他們會發脾氣 譬如有些人 父母容易發脾氣 他們就跟了父母的樣式 覺得發脾氣是夠威風的人 那些人會聽他的笑話 所以當他發脾氣的時候 父母馬上聽完 他說他發得很厲害 我以後用的方案就是發脾氣 其實就是周圍人影響了他 第三 有些人覺得 負面情緒是正常反應 那些人不好 那就是怒吵他 那就是不喜歡他 那就是杯葛他 但是 聖經裡面的教導不是這樣 這是世人的方式 我們不要跟世人的方式 我要跟神的方式 跟神的方式 最平安、最喜樂的 第四 有些人覺得 負面的情緒是太難處理 哎呀 事實上 那些情緒越少處理 越來越難處理 就覺得很偽悶 心不知為何很不開心 很煩 很重 怎麼辦法呢 我現在會說是有辦法的 是有辦法可以維持住 是有辦法可以幫助我們 我們不要覺得 不能處理 是一定可以處理的 你相信可以處理嗎 你相信基督徒可以有平安地下落 是可以的 第五 有些人覺得自己生出來 就是容易有負面情緒 哎呀我生出來很容易生氣 很容易生氣 很容易生氣 我是這樣的 這就是謊話 魔鬼講的心願 哪個最聖龍友 帶他去求耶穌可以得勝 所以千萬不要說 我生出來就是這樣的 我是不開心的 不要這樣說 因為這些說話 一說進入了心 我們就會相信他 我生出來就是這樣的 我們以後信了這句說話 就有很多問題了 以後經常都覺得自己 永遠都是不開心的 第六 就是不相信耶穌能夠幫我們情緒 很多基督徒信耶穌救我們 是去天堂 但是那種情緒這些問題 哎呀這些太濕碎了 耶穌沒有空幫我的 耶穌沒有幫到我的 這些怎麼會找耶穌的 就是覺得這些事 不關耶穌的事 其實耶穌就是幫我們任何的事 你想到什麼問題 耶穌都幫我們 有些人是被情緒控制 兩種吧 一種是被情緒拖著他走 他就是情緒的奴隸 整天被情緒 吵枕、怒吵、激怒、煩惱、低沉、沉悶 整天都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樣做人真的很辛苦 所以有些人想死 為甚麼呢 他說我被情緒控制 我沒辦法搞得變 基督徒就不說了 基督徒要脫離這一種的困索 我們是不需要被情緒控制的 好了 然後另外一種 聖經的模式就是 我們有耶穌在背後 有耶穌保護我們 好像一根罩 保護我們 我們有情緒的攻擊 我們可以處理好的 耶穌可以給我平安慰 給我喜樂 給我安慰的 就算有情緒 我們都會有負面情緒 不過我靠著耶穌得性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承受我們有情緒的問題 不過我們靠耶穌是可以得性的 好了 這次說第一點 就是人們有情緒的問題 第二點所說的 就是神的恩典和他的愛 是能夠幫助我們情緒神得性的 神的恩典和我幫助我們 我們不用活在 這個世界上是不開心的 有些人在世界上 有些人從早到晚都不開心 為甚麼呢 起床又要回家 又要回家 回到公司 跟人家又不好 又有很多事做 很辛苦 很大壓力 心裡面就會不開心 你回家又要煮飯 又要跟家人相處 兒子又不聽話 從早到晚都不開心 有些時候有些人會好一點 例如享受做工也不好一點 享受跟家人相處也好一點 但也許很多人都會有某些地方 被情緒影響 這裏說到 靠耶穌的心意是我們有喜樂的 我們一起看這兩個經文 就告訴我們 神的心是叫我們有平安喜樂的 神的心不是叫我們會得辛苦的 詩篇九十篇十四節 我一起讀 求你使我早早飽得你知之外 寶記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其樂 這個經文是科西的詩篇 他就說過 神求你叫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不只是知道耶穌愛我們 是真的相信神的愛 和親近神 以至神的愛充滿我們的心 叫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每天都好像戀愛的人 你有沒有發覺戀愛的人 經常都笑眉眉的 如果你認識一個人 在戀愛甜蜜的時候 經常都笑眉眉的 經常都會想起那個人 有機會他就會上去找他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 他時常都會有個開心的 我們其實可以跟神有戀愛 聖經說到 我們是基督的辛苦 我們是基督的辛苦 我們跟耶穌可以有一個 好像新郎新娘的關係 將來我們有一個婚言 在天上 跟耶穌一起的 這是靈裡面的婚言 不是一個肉體的婚言 是在靈裡面 我們跟神 好像夫妻那麼密切 所以我們可以保得他的慈愛 每天都享受神的愛 以至我們整個人是充滿神的愛 然後跟著有什麼效果 一生一世就會怎樣 歡呼喜樂 整天都會歡呼都會喜樂 都會開心的 你會不會笑一下 你平日會不會笑一下 因為由早到晚都好像很沉 我們學習 有耶穌的愛 我們就歡呼喜樂 所以這句話 原來神的心意 是叫我們親近祢 以至有喜樂 平安 亦都告訴我們 親近神 是會帶來情緒的祝福 親近神 大家不要介意一下 親近神 是會帶來情緒的平安 一起說 親近神 是會帶來情緒的平安 神會賜給我們一生歡呼喜樂 然後給書四章四節一起讀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這句話說到神的心意 就是我們喜樂 神的心意 不是我們天天不開心的 神很久再說你們要喜樂 這句話說到神對我們的心意 神這些心意和作為 令到我們可以平安地下 這是聖經的教導 聖經的經文 師父139-16節 我只抽出一部份出來 大家一起讀一下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舍在你的擦上了 神啊你的紀念向我奉得不貴 其數可膽眾多 下面不是經文 是我寫的 可以一起讀一下 沒有人能破壞 神在我生命中的計劃 神看重我 我可以喜歡自己 這有圖畫 這是一個真正的公主 我在網上找到一個真正的公主 很開心 帶了一個小小的公主的皇冠 我相信大家 如果你說我是公主 我就會開心 有些人說 可惜我不是公主 但聖經告訴我 我們真的好像皇子公主 那麼寶貴 聖經說什麼 這個經文說 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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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已經寫了你的擦上 即是說 聖經說 在永恆 神已經認識我們 已經寫在天上的心圓擦上 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寫在天上的心圓擦上 神啊你的意念 是我何等 寶貴其數 我何等眾多 而裡面寫什麼呢 是很多寶貴的意念 神的心意是祝福我們 但有些人說 為何我讀書那麼難 為何我家庭那麼難 為何我經濟那麼難 婚姻那麼難 神就寫了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不是神寫的 這是世人犯罪的後果 神的恩就是什麼呢 我們其實每個人都有 這個世上 沒有人是沒有困難的 但是神的恩就是 在困難中 神會給我力量 譬如我自己 是一個我小時候 家庭因為賭博離婚 在這樣的家庭長大 有些人會說 很不幸運 但我覺得神給我一個恩免 因為在這個過程 我看到一件事 我一看到人的罪 當我一認識耶穌的美善 我就說有耶穌真好 耶穌真是福會愛的 這個世界上沒有的 當我看到世上的罪的時候 我一找到耶穌 我立即覺得是非常大的恩免 所以叫我更加觸實耶穌 我小時候學到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我學到什麼呢 就算被人罵的時候 有時罵得對 有時罵得不對 但我依然學習 我一轉身 我又開心心去玩 又忘記它了 出門口就很開心了 可以放下一些東西 回家就先忍慰一下 也不是有些不開心的 有些不開心的時刻 但有些不開心的東西 我就盡快放手 所以這個神在這個過程 已經小時候 已經教我怎樣放手 教我去到好的自然環境 又去欣賞 就是享受 原來神已經定義 然後當我認識耶穌 我就覺得非常好 我就真的信靠耶穌 充滿平安喜樂 我就很願意跟從耶穌 原來神已經定義祝福我 同樣是神定義祝福你的 神定義祝福每一個 所以有些人你不要說 哎呀我沒用的 我生出來沒什麼特別的 我太平凡了 我做不到事 你不要這樣說 其實神對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很特別的計劃 在這一陣子 想大家和你旁邊說 說一句祝福的話 神在你心目中 有一個很奇妙的計劃 你和你旁邊說一聲 神在你心目中 你又充滿平安喜樂的計劃 毫不平安喜樂的 神會有充滿平安喜樂的計劃 神會有充滿平安喜樂的計劃 然後再加句 神會有充滿平安喜樂的計劃 再加句 你是很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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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大家都可以安靜 既然神在你心目中 你沒有充滿平安慰的計劃 的時候 神能看錯 我们真是好像神的王子和公主 我们是王子和公主 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开心 这是一个原因 我是神的公子和王子 如果我们真是王子和公主 我们会想象 如果我是王子和公主也好 我不用担心很多东西 其实王子和公主也会担心很多东西 是在乎的心态 我希望大家经常说 我是神的王子和公主 我不用担心的 好了 另外一个经文 马太关国将三十三节或一起读下 你们以为是小子和公主 这才是公主 这里讲的是神凡事祝福跟从他的人 你跟从他 你信下他 你亲近他 遵从他 他就是凡事祝福的人 所以不用担心 其中一个情绪就是 正先的处理就是处理人们不开心 不喜欢自己 我们是神特别设计 所以我说是很可贵的 这里讲到 有些人批顾一下 没有钱 没有工做 哎哟 没有配偶 死了 别人喜欢我 怎么办 夹不出了 这些人会担心 但这个说 神因为我们信的人 他向预备美好的 正义都讲到 人心未曾想到的 眼睛未曾听到的 是好得不得了 你说我碰到困难怎么办 神的恩典不是没有困难 神的恩典是在困难中有力 有祝福的 所以我不用担心 靠着耶稣我不用担心 好了 如果跟从神一会儿 就会令到那些事情很糟糕 神会令到我们凡事祝福 创世纪39章2节 若室住在他 主人太庭的家中 耶稣我家同在 就百事顺利 有些人说 不是 我在家弄亂战路 经常吵架 我回家回公司 有同公司的人不好 其实这个 我们心中 要求神给我们智慧 如何处理家人的问题 家人不信耶稣 家人有脾气 我们靠着耶稣 我们愈平安愈对他有爱心 家人都会改变的 我们基督徒可以将一个 不开心的家庭 变得更加有平安喜乐 所以回家 自己有个使命 我使命 祝福我家庭 更加开心 更加平安 他即是说 有这个儿子真的好 有这个女儿真的好 家人更加平安 神真的要为白事顺利 凡事无他祝福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就说 他怎样呢 很重要 圣经说 神尚 我们平安喜乐 没有烦恼 没有担心 怎样呢 第一 亲近神得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 亲近神有平安喜乐 一起读一下 诗篇上六篇八节九节 我将得想上 摆在 祈 ñ 师福 我们最重要的黑 FCC 方法 神一切恩典的来源 所有有点不开心 这ID 这是大位的诗 他将得想断在我面的 親近上帝 因為神在右邊 為何七日順利呢? 就是時時祈禱、啟聖經、思想神的話語 時時去遵從神 同神有親密的關係 這就是將神常擺在我面前 因為祂在右邊我便不至遙動 有什麼發生? 有些事發生 有些人會說 哎呀 嚇死了 醫生說我有什麼病 我就很害怕了 但如果有耶穌 我們說不用怕 耶穌會照顧我的 有的 也不緊要的 心裏便平安興招了 依好我有感謝神 就算疫不好我上天堂也是不緊要的 心怎有 也要平安喜樂 因此他又如何? 他的心又如何 是ommen起他的靈 快樂肉身 安然居住 整個人心又快樂、靈又快樂、肉身又安然居住 這個是最重要人最重要的 你想平安 在耶穌地方入 你想平安就是多些祈禱 有些人說 我有祈禱 不過我祈禱一天幾分鐘 即是跟神相處的時間很短 我們可不可以整天都在摘眼尾神呢? 整天感謝神 整天思想神的懷疑你的心 整天都在祈禱 我想說 譬如一有些甚麼事不開心 我也遇到不開心的事 有困難的事 我怎樣呢? 我立刻要整理的 人類我不好 我立刻處理 我不需要給他見效 我可以祝福他的 我立刻處理的 有些人心裡想好事 和耶穌明我不用想這些不好事 可以想神的恩典 神的幫助 用正面去處理問題 好了 這個CD27編很重要 十節一起錄一下 我父母離棄我 耶穌必收留 這個最重要是和父母離棄 有時不是父母離棄 別人笑我們 擊我們 看小我們 拒絕我們 但耶穌必收留我 所以別人不接我 我不要緊 很多時候人就是受人影響 所以耶穌也被人影響 於是情緒不開心 我們要分開 這個人有罪 他不接入我 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被你影響 所以你們當中 有人在做工 或者家庭 和人相處 甚至男朋友 有女朋友拒絕你 我們不需要受影響 我們是很寶貴的 可以得到醫治的 雖然有時得到醫治是需要過程 但始終可以得到醫治 不會有永遠 都是一個傷控裏面的 好了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人對我們不好 神都可以祝福 不是人對我們不好 人就害不了我們 創世紀50章22一起讀 從前面的意思是少害我 但神的意思是少無敵 要保存他的誠明 成就的方便 有失的哥哥出賣他 那些一群哥哥 他們的意思是好還是不好 他們不好 真是初頭想殺他 後來猶大盡去救他 然後他們就走他賣掉 真是心意是不好的 但人想害人 真是害他 他害不害得到呢 害不得到 因為有神保護 而有失事是親近神 有耶路亦與他同在 結果是他百事順利 然後在這裡說到 神的意思是好的 即是在這些背後 神有好意 要保存他人的聖明 成就這個方便 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被人傷害過 有些被父母 雖然父母對外好是大部分 不過有時候沒有說話令我們不開心 我們不要記掛那些不好 我們記掛那些好的地方 但有時候這些傷害會影響 有些人的內心 需要處理 有時候是朋友 相處的時候 有時候戀愛 有時候做工 甚至在教會 都有不同的傷害 我們第一要相信 那些人不是真的害了我們 而他們本身都是有他們的傷害 所以他們會傷害人 我們當我們接納的時候 為他祝福祈禱 嚴恕他 也都強行釋放我們的心 是可以處理到的 但這些龐道 我們不能夠什麼都處理完 不過我只是告訴大家 可以處理到 我亦都樂意幫助大家 處理某些噴欄處理的事情 但在廣道 我們不能夠什麼 例子都說出來 我這裡有些方法 還有你今天印到廣道的紙 你可以回去慢慢看 這是其中一個神秘禱的疑言 如果有個傻佬對你說 你是傻佬或傻婆 你會放在心上 我們當然說 不會 這個人是傻的 隨間也罵人 我不用跟他領恨 你說我是傻的 但很多人不是傻 我不是說人都傻 我是說人人都有罪 但不是傻佬 你知道他們說什麼 耶穆斯說他們說是傻佬 不是 我說人人都有罪 所以人人都會有傷害人的時候 基督徒都會傷害人 基督徒有沒有傷害人 都會 事奉的人有沒有傷害人 都有 全個人有沒有傷害人 都會有時候有 有時候他心急都會有時候傷害人 有時候說錯話 我們就接受人有做錯的時候 心裡面接受 就體諒他 他很忙很急 很想快點有果效 所以他的心很焦急 所以說說急了 耗了 令到我不開心 那就不要放得那麼重 爸爸媽媽其實疼我 不過緊張我 我又不聽話 他就發脾氣了 這樣明白 體諒就會被傷害了 而同時很重要 一直祝福他 千萬不要遷就他 千萬不要遷就他 他有罪的 他有罪的 不是這個意思 而我知道他有罪的 我就祝福他 大家分清我再說一次 人人都會有罪 好像傻都會傷害人 人有罪就是有罪性的傷害人 我們就不需要給他影響 我們體諒他 而祝福他 是我的意思 好了 這裡很重要 就是能夠敏感到別人 或者自己的負面說話 將它劃清解釋 同時對方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 你沒有用的 這句說話 絕對不是絕對的 有時人一看到你做事做一晚 不要用了 你做事做不到 我們有時會受落 哎呀我沒有用了 我喜歡我 哎呀那些人 我真的跟人相處很困難 我做事很困難 我們會有這樣的 讓那些說話 入了心 入了腦 入了潛意識 整個人被這句說話充滿了 有時被人罵 這句天天都可以想 這一個呢 是受傷害的原因 我們要跟他劃清界線 為什麼劃清界線呢 我要敏感到 他現在說這句說話 是出於他的罪性情 我問自己 這句說話是出於神 出於神的性情 為什麼是出於罪性情呢 如果他出於罪性情 他猛狀怒 如果他有說我們錯 我們要認錯 這是很重要的 我有錯 我們要認錯 但如果這個人的態度上有問題 或者他講的說話內容有問題 我們要跟這句說話劃清界線 不用被他影響 即是那個人說你沒有用 你不用人去想 我自己沒有用 我們在神眼中是自然有用 那個人說我不喜歡你 這個不是世界沒用的 他不喜歡你不是代表你沒有用的 神是喜歡我們 神愛我們 所以有些說話 我們要敏感到 要不讓他影響我們 好了 人的負面說話 留在空氣多久呢 幾秒鐘呢 其實有時候人很多說話 是一時激氣惡的 不是真的 永遠都是這樣想的 不過我們一聽完 我們就藏在心裡面 不斷反覆思想 在那邊走不走不走不走 但是呢 我鼓勵大家 盡快處理 這個我講到 這個意願留在空氣 譬如說你沒有用 只是空氣一秒兩秒而已 但當我們不給他影響 我們說 其實我很保護的 神要用我 我不用給他影響 由祈禱讚美神 我心就去釋放 但如果不處理 他會說我沒有用 人家說我沒有用 真的不好了 這樣的時候 就很長的時間受傷害了 所以我鼓勵大家 盡量幾秒鐘之間處理 即時處理 不斷去讚美神 保護 釋放外心 首先要分辨這句說話 是出於罪聖情 還是出於屬實的聖情 如果是出於新聖情 他說提醒我們 我們要不接受 如果這句說話是傷害性 我們要分辨到 我們就沒有給他影響 我們就要說 我是保貴的 如果我有錯 我可以改 很重要 他說我們沒有用 他有一部份是對的 就是我們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們認錯了 求耶穌幫我們要改 但我們盡力改 他還是不喜歡的時候 我們的心要放手 不要讓他留在我們心中 很重要 垃圾車要怎樣 要倒垃圾 我們裏面有掃了垃圾 有沒有人的那些說話 藏在心裏 反覆思想 永遠看到我們 是人人都有 不過問題有沒有處理 有些人幾十年 都說老公對我不好 老婆對我不好 誰對我不好 這些人真的不好 甚至有些人 他跟我說幾年前 我有個教導 有些人跟我講一句說話 以後我都不會去教導 因為有些人講一句說話 對我不好 於是我以後都不去教導 就是將一句說話 藏在心裏 永遠這個垃圾沒有倒 如果這些垃圾 如果不倒一夜 會有什麼後果 會發什麼 發臭 如果垃圾留一個月 可以嗎 腐爛 爛爛 爛爛 三蟲 生粉 這些人裡面 就是三蟲 這是什麼 求助我們 好 很簡單 這裡講一個情緒管理的 ABC 是什麼意思呢 A就是發生的事 B就是我們的訓練 C就是情緒上的後果 有些人覺得 別人做了一件事 我必然是這樣 不是的 是你的訓練 不要用一個例子 譬如我們收到一個低層 左邊就是負面的 負面的想法 負面的信念 就是相信自己的感覺 哎呦 我低層 我經常都低層 我真的低層了 相信他的感覺 第二 就覺得很難被醫治 容易不好 這樣的後果就是 繼續低層 覺得沒有出路 這就是負面的信念 右邊是正確的信念 相信神愛我當然 相信我可以被醫治 我現在低層到神可以醫好我 有些人真的不開心 但是相信神要他 結果是怎樣 他就正面處理問題 逐步給醫治 就是你的信念 譬如兩個人有病 一個人可能接受的問題 一個人不接受 經常都懵疼到做的 那我有一個神給我一個得勝五報告 其實這個是神聖靈教導的方法 其實每個基督徒處理罪 都是用這個方法的 你看看內容 是你一定有用過的 我們一起讀讀 第一 敏感負面思想或情緒 第二 深信者聲音有何為成 第三 正經處理思想或情緒 第四 親人神而得命 第二 主責正面思想或情緒 為什麼我說 這是聖靈的方法 是神提醒我們 你發覺到的 第一 聖靈會給我們燈這一聲 咦?你自己才罵人 燈一聲告訴我們 你生氣人 你心裡不原諒人 是嗎? 聖靈的方法 敏感 第二 神也讓我們知道 這是不對的 錯的 有破衛性的 神不喜歡的 神會提醒我們 不喜歡的 所以我們就會想改 第三 用聖經處理思想或情緒 就是 我生氣人是不對的 我不原諒人 神又不嚴恕我們 我們不對的 就要處理 我要嚴恕他 這是用聖經處理 第四 親人神得力 神呀我沒有力量 求你幫我 給我 給我力量 靠著耶穌 讚美神 還有可以宣告祈禱 宣告神你幫到我的 神你一定加你的力量 我是很寶貴的 親人神 第二 你不能選擇 最初本來是開心的 我選擇 感謝神而喜來 其實我們發覺 如果你留心 我們每個基督徒都做過這個過程 不過我將我內心神用的方法 我將它寫出來 我們再一次試一下 記一下 第一 用了基督的重要字 就是敏感 敏感 即是敏感的這個問題 第一 跟我講 敏感 第二 破衛性 第三 用聖經處理 用聖經處理 第四 親近神 第五 選擇 再講一次 第一 敏感 第二 破衛性 第三 用聖經處理 第四 親近神 第五 選擇 我們用一個例子 如果我覺得很低潮 那怎麼辦呢 就是用聖經的觀念處理 就是在想神的愛 就感謝神了 神很愛我的 神在我身裏有奇妙的計劃 神一定預備出路 這幾個要件 是我時時重複整項 告訴自己 神很愛我的 神在我身裏有計劃 神祝福我的 又可以讚美神 那我就選擇感恩和喜樂 這是我時時做的 我又不開心 神愛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要使用我的 我時時用正面的神的教導 來取代負面的思想 還有一些實際的方法 深呼吸 深呼吸 其實深呼吸都是神給我們的 你試試深呼吸 你有沒有覺得鬆鬆的感覺 空氣是神創造的 是很好的 空氣含有氧氣 叫我們的身體有力量 這是神賜給我們的 我們有時想發默診 你深呼吸 你沒有那麼快默診 你也想罵人 分多 你沒有那麼快罵人 這是神賜給我們的 還有思想和宣告神的陰拒 思想 一邊說 神愛我的 神祝福我的 跟我宣告幾個禁告 我奉耶穌裡面宣告 耶穌沒有愛我的 耶穌體重我的 耶穌我的生活有奇妙計劃 我可以喜樂的 我可以平安的 神在前面有祝福的 神一定幫我的 我不用不開心的 人不開心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這個影響 這些是一些可以宣佈的事 我跟著說 想或者做一些令自己開心的事 譬如你去行山 開心你就做多些 運動你開心做多些 我們需要做一些健康的事 是吧 我們需要一個喜樂 即是喜樂的事 不是做一些開心 世上的開心 而是神裡面的喜樂 還有想多些 想想一些自然界很美的事 想想神的愛神的恩典 跟著呢 相信我的情緒可以被管理 可以搞別的 相信呢 被情緒管理 即是被情緒控制 是有破壞性的 相信 通編情緒有破壞性的 是吧 我不想令我周圍的人不開心 如果我發瘋症 我會被人不開心 這些是不同的意念的方法 人家如果不關我的事 我不用給他影響 我何必輸給我的情緒 這些說話 你回去慢慢思想 有時你一直發瘋症 我為何要輸給我的情緒 情緒是不好的事 為何要給它影響呢 我不需要輸給負面的情緒 我再說一下 負面情緒 情緒有正面的 有負面的 不需要輸給負面的情緒 刻意放下 後面情緒不是 刻意 我不要不開心 我要放下我不開心 然後實際解決問題 有些實際問題要解決過 和你的關係要解決 做工的問題要解決 家庭的問題要解決 而這樣留在低層的狀態 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跟隨神 走神的路 其實這個教導 就是我所寫的教導的其中一部份 這個教導叫做輕鬆得盛 裡面有十點 有三個部份 這三個部份 第一 就是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第二 處理生命中所有的問題 第三 全面性的 活出神的 聖靈的果子 和事物的果子 我再說一次 飽得神的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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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神的計劃之中 處理生命中所有的問題 處理生命中所有的問題 第三 發揮生命 發揮生命 是一個全面性幫助 我們處理生命的 大家上網上的網上 你找Castor in 你會找到 或者以牧師去找到 你會否看到這個 阿神出索 在這個時候 我想幫大家一起 但不要認識了它 這個去回School Screen 是不是 不是影面 這個去回School Screen 我去回那個首歌 阿神 我們用一首歌 《心情不安靜》 幸好是見過乃特牌子 在牧親的懷中 我們的心 真是 平穩安靜 我們一起起來 一起起來 去 相信耶穌愛人 我們 讓我們 將我們所有的重擔 煩惱都放低 我們靠耶穌不勝 如果我們沒有處理 我們的情緒 我們就會很多事不開心 但當我們刻意處理的時候 神可以幫我的 有可能會做第二次 你就幫我調一下 如果不是 所以 大家閉上眼 相信耶穌真是愛我們 主耶穌你幫助我們 主耶穌求你私一移民 我們幫助我們 放下所有的重擔 負面的情緒